陈佩琪选战模式第一炮?怒枪,盯手中真是够了! 图中央社 面对年底的九合一大选,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宣告开启选战模式,将成为自走炮。由于陈佩琪过去不时站出来,顾夫 被议员批评作风高调,甚至被质疑夫人干政。这让陈佩琪听完十分不满,先是缺席台北河岸音乐季活动,而后又于脸书上加码宣告,以后市长的公务活动,不再和市长一起出席。 而昨,二十日,盯手中受访石酸说,盯手中当市长不会有第一市长扶人干政的事,并说自己从政二十八年,太太只有在平常帮她讨市场。 从来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表任何意见,并强调盯手中当市长不会有第一市长扶人干政的事。 此番话再度点燃陈佩琪的怒火,今,二十一日,一早又与脸书开炮,对于外界质疑她干预市政提出反驳,也宣布不再和市长一起出席公务活动。 翻设陈佩琪的怒火,同时也点名丁手中,想请教丁市长候选人,我陈佩琪自先生当选市长以来,出席哪一个活动是自己要求的。 我干过市长哪一样政务,最后陈佩琪也不满的直呼真是够了,该是肯而止了。 图中央社 面对年底的九合一大选,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宣告开启选战模式,将成为自走炮。 由于陈佩琪过去不时站出来,顾夫,被议员批评作风高调,甚至被质疑夫人干政。 这让陈佩琪听完十分不满,先是缺席台北河岸一月季活动,而后又于脸书上加码宣告,以后市长的公务活动,不再和市长一起出席。 而昨,二十日,丁守中受访时酸说,丁守中当市长不会有第一市长扶人干政的事,并说自己从政二十八年,太太只有在平常帮她跑市场,从来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表任何意见,并强调丁守中当市长不会有第一市长扶人干政的事。 此番话再度点燃陈佩琪的怒火,今,二十一日,一早又与脸书开炮,对于外界质疑她干预市政提出反驳,也宣布不再和市长一起出席公务活动。 翻设陈佩琪她的脸书,同时也点名丁守中,想请教丁市长候选人,我陈佩琪自先生当选市长以来,出席哪一个活动是自己要求的? 我干过市长哪一样政务,最后陈佩琪也不满的直呼真是够了,该是肯而止了。 图中央社 面对年底的九合一大选,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宣告开启选战模式,将成为自走炮。 由于陈佩琪过去不时站出来护夫,被议员批评作风高调,甚至被质疑夫人干政。 这让陈佩琪听完十分不满,先是缺席台北河岸音乐季活动,而后又于脸书上加码宣告,以后市长的公务活动,不再和市长一起出席。 而昨,二十日,丁守中受访石酸说,丁守中当市长不会有第一市长扶人干政的事,并说自己从政二十八年,太太只有在平常帮她跑市场, 从来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表任何意见,并强调丁守中当市长不会有第一市长扶人干政的事。 此番话再度点燃陈佩琪的怒火,今,二十一日,一早又与脸书开炮,对于外界质疑她干预市政提出反驳,也宣布不再和市长一起出席公务活动。 翻设陈佩琪她为脸书。 同时也点名丁守中,想请教丁市长候选人,我陈佩琪自先生当选市长以来,出席哪一个活动是自己要求的? 我干过市长哪一样政务,最后陈佩琪也不满的直呼真是够了,该是肯而止了。